虽然当地已经入夜 但是还有很多热情的球迷来到了现场 我是今天陪大家看球的王涛 而陪着我的是我的老朋友苏东 今天为大家奉上的是一场小组赛的争夺 对着双方分别是中国女足和挪威女足 这两支球队肯定都是充满自信的 毕竟上一场比赛双方都赢了 那么两个强者狭路相逢 谁又能够胜出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守门员阻止了这球啊 艾美里哈维 想要传中 球却被后卫拦了下来 球进了 开场不久 他们就先拔头筹 在这样早的阶段取得一球领先 能够让他们在后面的比赛中 更好的知情教练的战术意图 在这个位置的球几乎都是逼近的 不过他的反应和预判也都非常出色 将举被打破 目前比分1比0 到了这个区域啊 能做的事情就很多了 对方球员根本碰不到球啊 只能被动防守 这样下去 体力啊 他们的体力也会被极大的消耗 罗家慧 网霜 他一直带球向前 扳平的机会来了 好样的 他们对于刚才那个失球 很快就做出了回应 强制扳平比分 这是完美的官员强势的单机闯关啊 突的精彩 射得更漂亮 目前双方是1比1打平 卡罗林格拉汉姆 又回到了格拉汉姆的控制 船中被后卫拦了下来 这个抢断没有控制好 球出了边线 这位是艾达 赫格贝格 有机会 别浪费啊 还好有他在 这下真是救命 已经刹到前场了 船中 他现在竟然是无人盯防啊 打得不错 高也没有高太多 他们呈现了一波精彩的连传 不过现在啊 对手拿到了球权 罗嘉慧 王珊珊 把球权拿了回来 中断了对手的进攻 对手已经大局压上 正好打反击啊 很有希望的一次反击 结果球没拿稳 看来伤病对他还是有影响的 该下场休息了 真是摆脱的干脆利落 已经很近了 球进了 这次和防守队员的教练中 他取得了胜利 他们这次在进门柱的位置 找到了胜门的机会 门将没能把球挡住 目前的比分是2比1 在几方后场划铲抢断 教练该考虑一下 不要让他继续带胜比赛了 幸好有门将在啊 球传到了进距离 抢到了脚球 但是顶的稍微有些高啊 教练该换人了 他还在带胜比赛 对手控不住球啊 很轻易就过去了 这球该有了吧 不可思议啊 只有这样的进球 才符合神仙球的标准 确实只有神仙 才能打进这样的进球啊 无论多少次看见这个动作 大家都一样 会由衷地发出赞叹 马赛回旋 一个冲到了传奇故事的动作 这一次啊 他用这个动作 帮助自己完成了进球 双方目前的比分是3比1 成功找到队友了 汉森 拿出的是马努母 这个位置啊 已经具有一定威胁了 就看他的表现了 没打进 门将这次就很优秀了 借为全靠他呀 他的伤痛对他还是有影响的 教练可能会把他换下去 张锐 对方上枪很激烈 他没能控住球 这才叫持球推进啊 传中没能避开对方后卫 埃达赫格贝格 来到了前场 哎 球在线内 没有出界 古罗赖腾 这是个追分的机会啊 没进啊 门将站出来 划线为夷啊 碰到方式队员出的底线 脚球 他这是要独闯龙坛 在这种距离 直接一脚敲成阵舞 他这个远射动作啊 绝对可以放进脚科书里了 真是精彩绝伦的进球啊 球员距离禁区 还有很远的距离 这脚法令人赞大 这球不是世界波 也得是宇宙波了啊 上半场就大比分领先了 他扩大了自己的活动范围 把球拿到 能为女足失去了球权 展瑞 来了脚远射 这是一脚石破天惊的远射啊 我真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 王特 没错啊 不过我有预感啊 我们在本赛季 还有很多次看到类似射门的机会啊 在一个相当远的距离 突失冷戒 后 这个世界波 可以说是犹如手术刀般精准 这样的远射不仅要脚法好 更要信心十足 在本来一声哨响 双方结束了上半场的争夺 能为姑娘们开球 这场精彩的比赛的下半场现在开始 姚伟 王珊珊 近在咫尺拉 防守队员抢先出脚 将球破坏掉 这样他们门前的警报也解除了 艾美丽哈维 这次上枪来得很凶 这个球拿不住了 这是只有高水平的门将才能做出来的扑球 球直接往进区里开 虽然做出了解围 但是很明显不是很成功 危机依然还在 非常强有力的一脚射门啊 但是这个偏出球门 有点远啊 方向都没找准啊 是不会大力出奇迹的 是啊 让开张瑞的处理 直接选择了打门 这球要是进了就太漂亮了 没有人想到他会在那么远的地方起脚 运气还是差了点啊 稍稍偏出了球门 这球过得太轻松了 防守段源完全蒙了 王霜得分的机会 太残暴了 进一个接着再进一个分差也是越来越大 来看一下进区的回放 这脚传球分量给他加的好处 完美地穿过了对方的防线 送到危险区域 最后还修了一下脚法 推射将球打进 目前双方比分6比1 这球啊有点争议啊 不过裁判还是给了进攻有力 这球能进吗 从他的表现来看 进两个球似乎毫不费力啊 在这个位置的球几乎都是逼近的 不过他的反应和预判也都非常出色 双方分差已经拉得很开了 重新拿到了球 目前比赛还剩下半个小时 这位是艾达赫格贝格 机会来了赫格贝格 挡住了上门 但是危机没有解除 汉森 机会啊 这都能扑到 这是什么样的反应速度啊 落点在进区中央 门将化解了对方这次投球攻门 哎呀 太轻松了 反击机会来了 这个拼墙很坚决 球控不住了 古罗赖腾 球面不为所动 因为觉得这球根本就进不了 事实证明 球面的判断是正确的 哎 来 唐嘉丽 真宫把球抢了回来 古罗赖腾 古罗赖腾 门将没有犯错 非诚不就 画起了对方的打门 传给前点接应的队友 古罗赖腾 对手的这次进锅 止步于他的这一脚颤球 反击的机会来了 他们会怎么选择呢 传给了王珊珊 可以起脚了 球被门将拒之门外 球直奔进区拒了 有没有机会呢 没什么威胁 英格里德恩根 这位是艾达 赫格贝格 球权要拿回来了 古罗赖腾 王珊 王珊 上妹子 王珊拿球 往进区里打 传中 传中 没有造成威胁 看看张瑞的处理 他没有把球放过去 伟大的防守啊 门将会在赛后 感谢他的帮助的 脚球给到了进区中间 绝为效果不好啊 这次威胁已经不再是威胁了 现在有机会发动反击 反击没有打成 半路把球丢了 直C9 传得漂亮 成功突破了对方的拦截 一次绝佳机会 好球 今天这是他第三个进球了 再来看一下他们的这次进攻 一次近乎完美的反击战 最后是打门这一下 四两波千斤的推射 真是漂亮 比赛快结束了 比分一边倒 没有悬念了 在后场用滑铲 抢回了球权 他们的机会来了 这次结尾及时破坏了对手 一次非常好的机会 可以说是非常的关键 唐佳丽 漂亮 在后场把球断下 这是个非常好的反击机会 慢悠悠的回防 可不是防门将扑出了球 虽然这球进了 但还是落后很多 而且时间也不多了 他对对手的行动 有一个很好的预判 比赛结束了 наконец线的避免 是否判了